三才 他说这个人是因为家中常见白人 我不知道这个白人指的是什么意思 素衣的人吗 穿的颜色比较白的那种人吗 还是说这个所谓的白钉 还是什么的 反正或者是这个迷信一点的东西 大家也不知道 常见白人啥意思不知道 反正人家说的是已有古谣 古教 故耳贤问何时得才 就是也没很在意 我不是说特意的请了一帮人挖矿 我挖什么时候能挖到这个矿 我就是怀疑这个地方有 我们一般说什么 这种狐一知识不沾 狐一不测 你这个东西只是狐一而已 你测他干嘛呢 你又不是特别的在乎这个事情 你只是怀疑有 那我测一挂什么时候能得才 那这挂是不是 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欲望 那么这个挂像的 可能得才的事情不一定会显像 如果说墓下正有一些要紧事 他有可能会显现 那我们来看这个挂像 这个挂像你先按求财去看 先按求财去看 柴瑶服藏 日月上面是修求的 没有什么太大力量 对吧 士瑶又持一个子孙 不是兄弟 祭神 这祭神还很旺吧 对不对 祭神还很旺 挂里面唯一一个烏火洞的 跟柴瑶没有任何关系 跟柴瑶没有任何关系 画出来一个子孙害水 他也没有办法说 把这个财这件事情解决掉 兄弟辞世这个事情 就求财不用问了 求财是不用问了 不需要了 但这个挂像里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动摇 官鬼无火发动了 官鬼无火发动来克士瑶 这个时候 无火发动克士瑶 有可能是士瑶 有问题有病 对不对 火可以代表病 官鬼火可以代表病 对不对 很可能是士瑶有病 士瑶有灾 都有可能 官鬼也可以取什么 烦恼 对不对 代表的是官鬼无火 来克士瑶 形成给士瑶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烦恼 带来了烦恼 零沟层 又有月见相合 可以代表什么 可以取什么像 就是你这个时候 你得问人家 对吧 你到底是 什么情况 这个官鬼无火 到底是发生了 还是没发生 是未来的 暂时没有预造的 还是已经发生的 你通过零月见和工程 你可以判断出一个什么信息 与月见相合的事情 往往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 能理解吗 与日月相关的 往往都会跟当下有关系 或者日成相合了 当下就有 如果跟月见相合 就这事已经有了 而且可能有一两天了 有一段时间了 是这样的信息 所以要问了 是你身上有救急 还是现在有什么烦心事 对不对 鬼来客事要可以代表烦心事 可以代表烦心事 旧病没有 烦心事有一件 木下小女正在出痘诊 古代子孙变鬼 鬼变子孙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古代 鬼变子孙和子孙变鬼 因为古代没有那么多疫苗 没有那么多这个事情 那么他很多事情会 很多事情都会带走小孩子的 皇家都留不下几个 所以这种情况下 在古代尤为应验 那么这里面的 观鬼无火化子孙 为鬼变子孙 鬼变子孙这一件事情 给世瑶带来了烦恼 恰巧 他的女儿现在又在生病 这个害水是不是就是这个害水 这个害水是不是零白虎 这个害水是不是零白虎 这个害水是不是被越见相克 而入日沉之墓库 而入日沉之墓库 对不对 所以小孩子的状态是病的状态 烦恼又跟这个害水相关 所以从这里你不问也可以判断 可能跟小孩子有关系 带给你带来的一些烦恼 对吧 现在的鬼变子孙不能这么看 那么接着观鬼无火化出的 子孙害水 月见相克 日沉又是入日沉墓 就是你从这个子孙害水的状态看 就可以看到并不是特别的OK 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最终的是这个虚方 害日过于害日 他的女儿小女儿去世了 那么应害日者是无火鬼化害水 那么害水子孙 笔问何年得财 神告墓下女儿 不行了 岂非瞻远印尽之正也 这里的回头课 他这里取的是一个鬼变子孙 子孙变鬼 鬼和子孙动变本为一体 他们两个在互化 你可以把鬼当作是子孙 你可以把子孙当作是鬼 他们两个正在互化 他们正在变化 这个是前面有讲过 子孙化鬼和鬼化子孙百无一活的 那个里面的 这个不懂的可以再从前面的课程里面 再去巩固一下 在现代不可以这么用 在现代不可以这么用 你不可以说看到鬼化子孙 就去说小孩子有问题 在现代这个卦象 可能映现的是什么呢 化出子孙遥 反而是子孙遥得救得治之相 化出子孙遥回头客观鬼 反而是烦恼消除消散之相 只是说这个事情很严重 为什么 因为五火和月间相合 它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 而且又是魏月 火的力量很旺很强 但是当下和古代判断 结果是不一样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去 有一定的考量 一定的考量 不能说都把它当作是危险的挂来看 当下是什么情况呢 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得的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严重的病 就是那种会影响到生命危险的病的话 那么这个卦象也不激励 比如说癌症白血病等等 小孩子出现这种常见的一些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的问题的时候 这样的卦象就也不激励了 这个时候就是子孙变鬼鬼变子孙了 能理解吗 跟原来是什么病是有关系的 跟原来是什么病是有关系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背景 一定要像前面耶和老人说的 对吧 你要沾什么事情 直告 直言不讳的去说 在古代呢 无非就是什么呢 对于小孩子来说 危及生命的病太多了 所以它大多会出现这种变化的情况 好